小枫 什么天说 希望你是我女儿的时候 你不跟我说真话的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在想人 太晚了 小枫 你今天不说为什么杀我女儿 我端正成绝不饶你 小枫 你为什么会认定 害死你爹娘的带头大哥 一定是我家段郎 又是谁这么心狠 手段如此卑鄙 要陷害我家段郎 难道 段王爷和盖帮马夫人有关情 马夫人 马夫人 你是说 盖帮父帮助遗双马夫人 康敏 康敏 他告诉我们 段王爷就是当年 率养众员豪杰 在燕门关 袭杀我父母的带头大哥 是康敏 是他这样说 前尘万全 就因为如此 当阿主知道段王爷是他父亲了 才会待免受死 想不到 小康竟如此恨我 段郎 是风花楼的小康害死我们的女儿的 康敏 害我女儿死的好冤枉 对了 为什么 这笔子啊 应该算在我的头上 我一定会去找康敏问个清楚 你一定要让他给我们个交代 如果他是故意无形 他害死了我们女儿 你一定不能饶过他 好 段郎 虽然我们没能 亲手把阿主嫁出去 但他也算有了归宿 阿星 你就别再伤心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先送我回去 那你要去哪里 我跟萧枫辞去 势必找萧康算账 我逼他走到一步 便让他杀了萧康 阿星 这是我段郑春一笔风流账 你却因果皆由我而起 你就让我去了解吧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挂念他的 可是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挑拨 我们的阿主 也不会死得这么冤枉 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给我一个交代 给我们女儿一个交代 给我们女儿一个交代 不满其妹妹 我与段郎所生的孪生女儿 阿珠和阿子 失散了多年 我最近才找到他们 没想到阿珠 被丐帮的副帮主 马大元的遗孀马夫人 涉及杀害了 对啊 对啊 我爹一听到马夫人这个名字 魂都飞了 刚葬完我姐姐 就立刻跑去找她 看样子 这个马夫人 一定是个骚狐狸 马夫人 是不是叫康敏 听说 曾经是风花楼的头牌 与段郎 也有一段情 康敏这个贱人 都已经嫁做人妇了 还与段郎偶断四连 就算没有害死你的女儿 我也饶不了她 难道秦妹妹跟康敏也有过节 本来我与段郎可以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没想到 她在风花楼见到康敏那个贱人之后 竟然就 就离开了我 原来如此 段郎真不该啊 辜负了秦妹妹的一片情谊 康敏 康敏那个贱人最后嫁给了丐帮的马大元 我想既然他已嫁做人妇那就算了 没想到 马大元一死 他又来勾搭段郎 还害死了你的女儿 这个贱人不死 难解我心头之恨 康敏她害得我们母女三人好苦 可怜我的阿珠 她死得不明不白 既然大家都觉得这个贱人该死 不如我们就一起去杀了她 我阿珠姐姐死得这么冤 我也不同意 好 好 就这么定了 好啊 好娘 说不定我爹正跟她如胶似亲呢 我们当着她的面折磨她 一定很好玩 快走快走 我都等不及了 阿紫 秦妹妹 这 这什么这 走啊 小枫梅杀了她 小枫梅杀了她 以她们俩的武功 起码也是两败俱少 难道小枫 只要是銀行 小康 真的是你 这么多年了 一点都没有变 你来做什么 这些年 你 我 你什么 我什么 这些年 你还记得有我这个人吗 我当然惦记着你 可是 你怎么嫁给了 丐帮的马大元呢 你还有脸分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嫁给他 原来你是因为恨我 所以才 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你是真心爱我 你说你会疼我一辈子 会回来替我熟身 会带我离开风华楼 可是 可是你却一去不回 是我誓言了 谁叫我信了你 在风华楼为你受质 受尽屈辱 老宝见我不接客 打算把我卖给别人做小气 我宁死不屈 跳楼自尽 正巧被丐帮的人救了 我就是因为对你深信不疑 结果 结果却把自己逼到天地之大 却无容身之处的绝境 那救你的人 正是马大元 马大元的确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收留了我 他问我肯不肯嫁给他 为了报恩 我点头同意 可是直到新婚当日我才知道 马大元根本不是我的救命人士 救我的人 是小凤 是他 这件事 我从不曾对人提起 莫非是马大哥告诉他的 难怪他对我的态度 总跟其他帮助不同 但送来提问马大元 对其子极为呵护 我想 他肯定对你照顾有加 呵护我又怎么样 我的命运还是因为你而改变了 段正春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恨死你了 小康 小康 我在风花楼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我有妻有子 马大元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这也许是上天更好的安排啊 我是一个女人 我希望有一个爱我的丈夫 可是因为你的食言 我嫁给了一个我根本就不爱的人 你知道我有多苦 你的手 这些全都是我自己画的 你知道手活挂的滋味吗 我得这样一刀 一刀地让自己痛着 才能取代对你思念的苦 才能取代对你思念的苦 和段王爷曾有一段旧情 段正春 不是野蛮官依依的带头大哥 可你应该最清楚不够 你也许是 你也许都是因为我 害得我的女儿阿珠为我丧命 我真是有愧于天地 你以往为人佛 我真的是无心害死你女儿的 断了 你无心 但是你为什么告诉萧芳 说我是当年夜门关依依的带头大哥 小康 你要杀我的话 只要你一句话 我随时可以把命给你 你又何苦骗萧芳来借刀杀人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 谁是带头大哥 小康 隐父 马大哥事故为害 你竟然做出这种 无耻的狗当 阿主不得已 只好大夫受过 希望萧大哥能就此释怀 跳脱渊渊相抱的灵魂 我死后 请不要再为难我的父亲 并替我照顾妹妹阿子 你们快点 快点 脚步轻点 免得打草惊蛇 绝对不能大摇大摆地走大门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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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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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